我會給你們一份禮物 為什麼呢 因為說明你的家庭在那時候已經很開放 很包容 新加坡不允許啊 我和我老公都是來自中國 來自京 我們之前那時候 在打算來新加坡之前 我們準備去日本的 因為我們是參加中日友好交流的 但是由於父母的反對 我們沒有去城啊 因為我本身是在南京 大家都知道南京是南京大廚莎的地鐵 就因為我的父母 他們有經歷過南京大廚莎的這個場合 所以他們堅決排日 所以過後之外 我們就和我老公來到了美麗花園城市 新加坡 一待就待了十多年 我的第二個女兒也是在新加坡誕生的 我的老公和兩個女兒 他們都已經換成新加坡公民 我還是永久居民 我在中國之前是從事會計專業的 來到新加坡呢 我就是從事房產專業 能幫助客戶買到他們 稱心如意的產業 是我最大的追求目標 我有一個可愛的家 我有一個幸福的家庭 有一個愛我的老公 和有兩個可愛的女兒 我的大女兒和小女兒 他們相差十二歲 都是屬租的 我的大女兒今年剛剛考上大學 小女兒剛剛又從小一開始 我要經歷一個 十二年的苦媽的行列當中 作為現代女性 又是職業女性 又是媽媽 所以做得很辛苦 現在的媽媽 她的要求是 進得了廚房 上得了課堂 懂得奧術 還要講會講故事 還要懂琴棋書話 樣樣都有 在前幾年當中 我真的很心心疲憊 一直在教女兒去學鋼琴啊 學國際象棋啊 又是學拉丁當詞啊 學了很多很多 後來我把我們的最主要的東西 華文給她弄丟了 因為我的大女兒 在考歐水準的時候 我叫她寫一篇命題作用 她竟然花了五個小時都沒有做完 在我不斷的督促下 還好她考了A 這是還是蠻慶幸的 那我的小女兒呢 小時候是我的女用戴的 因為我有做工 她講的是一口英文 她也不要看華文 她竟然跟我的老公說 我們是新加坡人 我們不要講華語 媽媽是中國人 媽媽講華語就可以了 我聽到之前的話 我真的很感到很慘悔 中國新加坡 中國為中國人的第二代 他們竟然講出這樣的話 所以我覺得 我放在他們的身上 太有點歪了 教育有點太歪了 所以我就只有提升自己 才能改變我的下一代 所以我就走進了 最花林這個行列 我看到最花林很多會有 他們的華文水平真的很好 因為我在新加坡等於說 華語也不整得太經常用 應用也不好了 華文也不好了 所以我覺得華文 對我們下一代也真的很重要 特別是在我們的會友圈中 我經常看到來發會長的那些文章 深深影響了我 我覺得提高華文是我的一大目標 也希望我的女兒也會走進最花林這個 會 講演會 OK 我的講演講完了 謝謝大家 今天這個愛的發號 本來是我和老公的季婚紀念日 應該是度兩年世界 那我來到這個會 想希望大家給我的祝福 謝謝 好 謝謝康經病 那也祝她姐夫做年紀念日快樂 好 接下來的兩位備稿講員 將呈現作業時激勵聽眾 那由於作業目標和實現的相同 所以我待會也不將做同步 作業時的目標呢 是要激勵聽眾 呼籲他們要擺抱高尚的理想 使用故事趣聞或影言 來增加機率性 避免使用筆記 實現是8到10分鐘 8分鐘綠燈亮起 9分鐘黃燈亮起 10分鐘紅燈亮起 10分3-4秒 鈴聲上起 鈴聲上起 呃 講員是在鈴聲講起之前 結束演說 否則將繼續最佳被搞講員的 散散之勒 那為這個作業時 第四位講員所做評論的 來自楊促港的甘慕榮會由 講題是從海歐這首歌上起 講員是本會的孟慧珍會由 是本會的孟慧珍會由 海歐 海歐精神 謝謝 謝謝 謝謝石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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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勝任講員高級講員徐順化先生 作業講員雍雙榮先生 而區總監張寶財先生 我的評判告辭講員 剛木榮先生 本會的會友各位嘉賓 大家晚上好 好 從海鷗這一首歌讓我想起 這是一首富有 意志意義的一首好歌 人生就是一本歷史 喝茶就好像是一個人生 很容易的喝了拿起放下 人生 人其實是火花 他是被信念從今天送往明天 信念不滅的話火花就不熄 你看這一首歌 海鷗 海鷗飛在南南海上 它不怕黃蜂巨浪 它不怕黃蜂巨浪 我們就要有堅強的精神 大家都知道人生不如意的事 時常八九 當不幸的事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我們就要堅強 不要欺慰 不要絕望 要保持積極的態度 向上去培養活命的精神 通向成功不會總是順利的 會遭受到很多挫折和困境 天無絕人之路 不要輕言放棄 才能排除萬難 人生的道路分繁複雜 我們需要一份三不轉水不 三不轉水轉的靈活 我們更需要一份路遙芝麻利的製作 再看看 背著翅膀 看著遠方 不會迷失方向 我們要定下目標 朝目標前進 就如求學的 他們要如何的去上大學 做生意的要如何的去擴穿他的事業 學一門記憶走向正確的大道理 學問是一點一點的累積 每天進步一點點 長時間的累積 總有一天你會飛過大海 橫過大雲的 海鷗 我希望我能達到自己的巔峰 就像海鷗 雖然是不能拿稿 但是我很不聽話的 沒關係 就如海鷗他不怎樣 他不管怎麼鍛鍊的話 他也不能像老鷹和朋友飛翔的高度 就好像今天我站在這裡 我跟我自己比較 我不能像其他人的深度 但是我覺得 我突破了我自己的局限 我看看我自己是不是有白來 我相信應該沒有吧 飛得越高看得越遠 他在尋找理想 理想是要有美好的願望和目標 要追求這境界 人如果沒有理想 就好像彩虹失去了顏色 鳥兒失去了翅膀 我們不要排位在十字路口 所以我們要追求正確的理想 飛得越高看得越遠 屬於說 地窮千里五更上一層屋 當零絕頂兩重三小 讀書工作也好 都要站在高處看得遠 所謂高瞻遠足 就是這個意思 今天海鷗這一首歌 讓我想起 讓我想起什麼 我覺得我的人生 就跟這個詞句有一點搭上 在十七年前 我的孩子 我兩個兒子 一個十四歲 一個十七歲 當時我的先生 忽然間告訴我 我的頭很暈 我說什麼事情 我就發覺到 他有點不對勁 我就快點扶他 在床上躺下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風浪 這黃蜂巨浪 真的向我衝過來 當我一看到他 那樣的情形的時候 我知道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發生了 在我該跟他說話的時候 他已經失去了知覺 但是我覺得我該說的話 我還是要說 我按他的心 我告訴他 你別緊張 沒關係 如果你真的不行的話 我會很好的帶著兩個孩子 我會帶的比現在更好 你放心 你別緊張 沒關係 我 我 終於 拿出了我堅強的精神 我告訴我自己 我可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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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